跳起烟河舞 唱起阿丽调 一香年俗 知多少 地上撒松针 门口摆大锅 哪些年味少不了 这道菜是必须要吃的 它吃都好吃 但是做起来很难的 火腿要揉搓 点卤用酸浆 年货制作啥讲究 那骨在草上煮出来的 吃豆腐更香 这样不好吃 差不多花来花去仿佛做 到秀色遗香 品年味飘香 今天的节目 我们一起走进云南原江 音乐一响 脚杆就痒 一到音乐 你看 广场上立刻就汇集了 差不多有五六百人 他们正在跳的是 宜族的渊河舞 我们现在来到的是 云南省原江 哈尼族 宜族 宜族四十线 当地的一个同胞 每年从农历的十一月底 开始过年 整个过年要持续将近一个月 所以今天我们的节目呢 就来宜乡感受一下 他们是怎么过年的 原江 哈尼族 宜族带 族字之县 位于云南省中南部 因地处红河流域 原江中上游而得名 蛙蝶香是原江一个 以宜族为主的山区乡 每年过年期间 他们都会举办 萨摩阿里文化节 用自己特有的方式 欢庆节日 我也跟他们来跳一下 我特意找到了这个阿花 他们说是阿花市村里跳舞的歌手 不是 是吗 常跳舞 然后怎么跳 还有朋友呢 怎么跳这个 来 我教你吧 来 我把这个烟河给你 我没有弹 这个叫烟河 对 烟河 烟河 原来是这个 烟河 我教你弹 我教你弹 我们现在这儿先学一下 它平了 正好 两个放到外面 这儿个 对 对 对 就里面就有这只手和那只手 在这儿 这个弹 这个是吧 对 是吧 是的 两个手一样 来 一起 一起 把 甩 甩起来 好 把脚部和手都甩起来 一 二 一 二 三 二 三 四 一 二 三 四 对 把甩 要甩起来 刚才我很得意 我认为我跳得很好 他说 甩手要有感觉 疑族烟河舞 于2006年被列入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 他是通过用手指弹烟河发出清脆的声音来统一节奏 增添舞蹈气氛 是当地参与度极高的节日活动 到了蛙蝶 烟河舞要跳 阿里调也一定要听 阿里就是当地的一种 这种民族文化 西十安盖店都是在拿到生产中 生活中体验出来的一种扁档方式 也有扁档书籍的 也有扁档这个悲伤的 也有扁档这个暗期的 但是都有一种不同的方式 不同的场合来扁档一种 对生活的向往 对美好的渴望 到底这个为什么说是萨摩呢 这是什么意思 他们外面人称呼我们就是 萨摩人 只有我们窝底这里才能 骄傲地说 萨摩人 这是很自豪的对吗 对 2017年 遗族萨摩阿里 成功申报为云南省第四批 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 方学志带头组建了 蛙蝶乡遗族协会民间文艺队 利用业余时间 组织遗族同胞学习阿里 男女老幼演唱阿里调 已成为园江节庆活动的重要特色 此时紧挨着萨摩阿里文化广场的民宿门口 已经支起了一排大锅 在招呼客人的正式跟我们一起跳烟河舞的白玉花 从昆明乘坐高铁到圆江 只需要一个半小时 圆江县属于干热河谷气候 冬季平均气温18摄氏度 再加上原生态的自然风光 和丰富的民族文化 越来越多人开始关注圆江 白玉花正是从中看到了商机 开办起了民宿 萨摩阿里文化节这几天 是阿花最忙碌的时候 专门昨天剧彩的 我们要把它撕下来 然后我们就铺到下面就行了 它是代表欢迎 一直以来就这样的风俗 对对对 一直都是的 这个其实挺特别的 对 很香 很香 对 这种清香味 放在下面 对 这样撒的 这样撒的 对 这样撒的 所有客人吃饭 你老天要撒上 对对 必须要撒上的 马上咱们挖铁人的含银之心 我们来看看今天给客人准备的是什么 这里边蒸的啥呀 扣肉 扣肉 没再扣肉 热气腾腾的真好有气氛 去吧 这看看 我们当地的这个走地鸡 你看 整个颜色发黄的 本地黄牛 这个是已经煮好了是吗 对 它是半熟的 还要下锅 我们这是大地的特色 南瓜 它是平时 再看这一锅是啥 看一下 哇 这是火腿 辣肉是吗 火腿 火腿要整个的这样煮 对 煮了以后切片 煮了以后切片就直接上桌了是吗 对 你看这菜都很好 这是牛肉汤锅吗 刚才煮的呢 对 就切那个牛肉 对对对 哇 这荤菜很多 哇 那个了 那个 我看一下 哇 这是牛头 煮一下 然后把它 把那些皮都撕下来 撕下来 然后再改刀 这是在忙什么 对对 它们在做这个豆腐饮食呢 你们是用过碗子吗 转转转 转转圆的呀 对 对 先用手 先用手弄一下 对对 这样吗 对对对 多滑一下 对对 是这样的 不能直接用手来揉吗 不行不行 为什么呀 它 可能越 越时间越长的话 它会那个 比较硬嘛 然后它就不会煮烂 这道菜是必须要吃的 唐头爷爷嘛 对吧 唐头爷爷嘛 唐头爷爷过年一定要吃 对过年一定要吃 它吃都好吃 但是做起来很难 就等于我们在阿花这儿 今天看到的 全是我们妈爹 特别有特色的 过年营就要吃的东西 对对对 跟阿花交流 很难相信 她是一个从来 没有走出过大山的人 三年前就是她 出乎所有人意料地 做起了民宿 为了让大山里的民宿 为人所知 阿花甚至自学了 视频拍摄和剪辑 这视频如果往上翻的话 会不会对外面的人看得见 对吧 就那么好的一个地方 太可惜了 所以我想去推广各多的 各多的自己的家乡 这就是阿花眼里 她美丽的家乡 很多客人就是因为看到了阿花 发布的视频 慕名而来 吃得很好 有民族特色 风味还挺齐全 这家整的 非常有民族的味道 我们特别爱来 你们的服装很鲜艳 这个是武装 哦 我觉得大姐这有意思 她说她这个衣服是武装 武是唱武的武 唱武的武装 就是 打呀哈哈哈哈 打打打打 你家的大花旗 这家的真心哇哇 这家的真心哇哇 好 打桌 还挺 这好挺 你家的大花旗 留住本地客引来外地客 阿花在家门口的年收入 已经可以达到20多万元 用他自己的话说 这就是他理想的生活 要充分感受蛙蝶的独特风情 还要去集市上转一转 这火腿长绿毛了吗 不怕的这个 这是做了多久的火腿 一年多 一年多啊 一年多又长绿毛啊 你们这儿卖多少钱已经 五十 过年是一定会吃这个吗 会会 这边看出来了 特别有烟火气 这些我们可能大家都见过了 各种的炸腿什么的 看看有什么稀奇的 我给大家找找 好像这个地方豆腐特别受欢迎 您是买的是吗 对 您买多少啊 我买了十盒 这个豆腐好在哪啊 这个就是我们瓦底厢的特产 特产 特产是有名气的 这臭豆腐啊 我都没 这臭豆腐吗 对对对 我都没闻着这臭豆腐 它居然臭豆腐 我怎么没闻着臭呢 你好好地闻嘛 让我好好闻 卖臭豆腐那么多 您这生意怎么样 很好呀 我等最后一点了 卖我了 只有这一点了 这有十来片 您今天卖了多少了 卖三千片了 三千片啊 也是一块钱一片吗 是的 您买了三千多块钱了 好棒 这都不那么好吗 我也来会尝尝买 现在你看 整个的烤出来 这都是金黄的了 这个蘸料里边是葱 辣椒 蘸一下 慢慢的这个口上的温度 降下来之后 你再挺的话 你能感觉到 其实鲜味很浓 是吧 是那种豆腐的那种鲜味很浓的 是的 他们当地说 这有臭汗 我就觉得很纯香的 挺好吃的 这个臭完全可以接受 很好吃的 是的 臭豆腐很多地方都有 挖蝶大瓦房村的臭豆腐 到底有什么特别呢 我们专门跑到杨建英家来探秘 用本地黄豆腐出意料 用大石头鸭豆腐 也在情理之中 但点卤呢 你们用什么点啊 用石膏 没有石膏 我们要水焦点 我们自己尿的 酸姜 酸姜 酸姜是哪个 这个 这是酸姜 这是酸姜 酸姜是什么呀 这是我们豆腐水出来的那些 豆腐水 豆腐什么时候出来的那个水 不是这个吧 是的 是那个 压着成豆腐的那个过程中 出来的那个水啊 是的 这个能倒入卤水吗 能填卤吗 可以啊 拿这个点的豆腐更好吃 是 这个也放了 放了点时间吗 放一个 放一个西气的才会发酵 就是 你们是觉得它微微的有点酸味是吗 我闻一下是不是有点酸味 我在那个位置其实闻不到的 是是是 有那个发酵的酸味了 这个就是纯粹的压豆腐出来的那个水 没加其他东西吗 没有什么都没有 他们居然可以用这个来点 你看 你看看 哇 真的很明显 为什么酸浆可以用来点卤 是本地优质高原黄豆的原因 还是山泉水的原因 当地人也说不清 但这种方法却是他们一代传一代 等于现在 点了那个酸浆的那个豆腐 终于是成型了 就是很像我们的那种老豆腐 对吧 嗯 是吧 是那种老豆腐吧 是的 但是我发现不一样的是什么 你看 它是把每边豆腐 轻轻地抹点盐 抹这一面 那个贴过来 两边就等你都沾上了 是吧 这边再抹一点 是的 做臭豆腐还这样抹盐啊 抹点也都不会酸 不酸 嗯 不会酸 我们发现了这个杨姐 做大宝旁臭豆腐的 这个第二个跟别人不太一样的别 切成块之后要抹盐 您这是铺稻草啊 是 这个是糯骨稻草 为什么一定要选这个糯骨稻草呢 糯骨稻草 是要捂出来的臭豆腐更香 捂出来的臭豆腐 就是你上面还要再盖住它呀 还要盖 还要盖稻草 那它发现完之后会有变化吗 会长毛吗 不会 不会 不会长毛 不会长毛 你看嘛 今天我捂出来的豆腐 我给你看 光看着稻草了 原来这地方是豆腐 是的 上面都有这个稻草的叶 嗯 一眼就能看出来 是的 这是真的在这个 糯骨稻草上捂出来的 才会有这样的纹路是吧 是的 它是有错味了吗 有的 我是洗过手的 我拿这个闻一下 你闻一下 你闻一下 就这个味道 豆腐的那种豆香味 跟这个豆骨 它浸湿了之后 那种发酵起来的那种味道 嗯 就是 反正我不觉得是臭 我觉得挺好闻的 是的 是吧 可香呀 对 能想到吗 大瓣房的臭豆腐 居然是这样做出来的 天气冷的时候四五天 热的时候一两天 在时间和温度的共同酝酿下 蛙蝶豆腐就从白嫩变成了微黄 这时候上火烤熟 就会外脆里松香气浓郁 完全靠手工制作 杨建英一年靠臭豆腐能收入十几万元 找他买不上臭豆腐的客人也不会空手而归 杨建英会给客人介绍其他村民做的臭豆腐 大瓣房村的臭豆腐已经称为 蛙蝶臭豆腐的代名词 大瓣房村人忙着做臭豆腐的时候 龙孔村人则忙着做火腿 我们赶到集市上认识的白勇佳时 他预定的新鲜猪腿正好送到 这是用上了两条腿 你看他这是腿 那我来之后还有这个芭蕉叶盖着的 怕太阳晒了 怕太阳晒了 我看我能不能拿得懂 我帮你拿一个 拿一个你吗 拿不到 哎呦 哎呦 哎呦我天哪 还真的 这有多层啊 差不多 大姐来帮我忙吧 我跟大姐一起 对 真的两个人呢 对 像这个对 多层的猪的这个腿啊 差不多 五位来你的猪 两条腿 今天早上是吧 美新鲜沙的这个猪 我觉得你们这做活腿 好像选的那个格外大呀 对对 是有什么讲究吗 这里它有个骨头 嗯 还有这里 要睡了这个齐齐的圆圆的 勾出来 我这才发现共同点 真的是两块骨头 整个的半圆形 所以这一个哈 差不多就有五十斤 这么好的这个猪肉 在这儿卖是多少钱你 十五块 十五块一世斤 十五块一世斤 嗯 差不多就是 经过咱制作一年以后 就是五十块钱一世斤 对对对 这这里面是靠经验靠技术的 才能增值的 对对 老白制作火腿用到的东西 非常简单 白酒和盐 它们要怎么用 磨酒有没有讲究啊 有 我们来看看有什么秘诀啊 酒 这要凑嘛 酒撒上去 盐巴撒上去 它会渗透里面 这个磨酒 这个也是以前的传统吗 对对 这种做法在你们当地 有多少年了呀 差不多 这个老一辈创下来的 不知道有几年了 你看 差不多可以了 这个酒味啊 这当地的那种粮食酒是吧 对对 浓度很高的那种 开始抹盐了 那下这样一直 哦 就擦 擦以后就是你记着了 哦 这个也存在一个什么手法 或者什么的吗 用劲儿 记得是要一点 哦 要用点劲儿哈 要把这个盐 往里搓一搓 嗯嗯嗯 它进去啊 这要搓 这要搓它就会摄透 就是这样 就是你一定要给到位 搓到位 嗯 要搓 嗯 大扫一倒这些就可以了 嗯 这边 这都是靠经验了哈 嗯 通过抹酒抹盐 嗯 慢慢地渗出这个水了 嗯 对对对 这是一个往外渗出血水的一个过程啊 嗯 对 这这一星期就是不停地抹盐 不停地往外渗 嗯 不用不用 差不多两三天 嗯 三四天抹一回就得了 这个呢 这个差不多 有一个月了 要挂了这个是 可以挂了 就在下面 以这样的方式弄一个月 才会往上挂啊 嗯嗯 对 不用拿石头腰 我们是直接拿腿 哦 这样 不好去 哇 嗯 这样流了 差不多 花来花去 仿佛做几回 那这样的目的是什么呀 还要出那个血水吗 还会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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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整个都要把这个血水全部给它压出来 嗯 差不多 还会往上挂啊 对 这跟其他地方做火腿还真不太一样 对 核食下盐 下盐多少 怎么揉搓 力度大小 在哪晾晒 晾晒多久等等 这每一项都相当有讲究 直接关系到火腿的品质 挂上多久可以吃 差不多挂个一年了吧 一年了就消了 通常是怎么个吃法 一个是可以炒吃 一个就是蒸吃 煮的也可以吃 生的也可以吃 还可以生吃啊 可以的 你看这块 我切下来给你尝尝吧 这块 这块是他们好多人吃过的吗 吃过了 吃过了 我先给大家看看 哇 它看这个颜色 这个颜色有那么一点点 那个酱红的那个颜色 哪块都可以是吧 哪 这个色也可以 它这个肥肉应该也不肥吧 肥肉肥一点 我用手拿了 好 我这样放在手上 先给大家更细细地看看 你看这个肉的纹理 其实还是很清楚的 整个话讲 肉香味特别浓 那种肉一直长期封干的那种唇香 就在嘴里是那种 回到的是那种咸鲜的味道 挺好吃的 我觉得这个地方的火水 真的是很有风味 怪不得都来买这个老白的 这些今天 今年已经被定出多少了 差不多地窝了 这些都有煮了是吗 对对 差不多 都是有煮了 都是别人年夜饭上少不了的美味 平时种烟叶 玉米和地瓜 年底农闲就做火腿 靠着精湛的手艺 老白每年制作的四五十个火腿 总是早早被抢购 延续传统不含糊 忙碌的劳作为他带来一年 二十多万元的总收入 大山深处有年味 歌好听 舞好看 美食飘香 等你来 《近日 》 好